曾被譽為是世界超市的浙江義烏國際商貿城 背後連接著200多萬家中小企業 商品出口到全球219個國家和地區 是中國外貿經濟的重要窗口 因受疫情影響 昔日熱鬧的義烏國際商貿城 如今已出現嚴重危機 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曾經車水馬龍的義烏港如今已空空蕩蕩 只剩下少部分貨物和貨車 除此之外 許多服裝鞋帽 紡織加工等外貿行業 也面臨危機 最近有大量的放假停工通知在網路上熱傳 時間大多是從4月1號到7月底 還有些休假結束時間未定 復工之日遙遙無期 從網友上傳的停工通知可見 一些工廠從3月起已經停止一切招聘 員工繼續停工 同時也取消一系列福利補貼等等 這個賣場那塊的也已經關門了 主要還是受疫情影響那塊的 然後那個生意不好 因為疫情影響之後 基本上大家都沒出去嘛 然後消費就銳減 湖南本土的一個教育培訓機構 也已經關停了 沒有人氣了 人力量也不足 然後整個生意那塊肯定也不行 湖南民眾習先生估計 今年中國企業倒閉的情況會比較普遍 特別是外貿出口型企業 影響會比較大 另外 在當局強制各地企業復工的壓力下 浙江省紹興光耗機械科技有限公司的廠房 日前發生火災 但許多網友懷疑是故意縱火 以斷臂求生 疫情沒有完全過去嘛 但是呢 你要說因為就此就復工 中國經濟那就堪不住 這是個兩難的選擇 人也要吃飯 要是不去上 不去出工 很多人沒飯吃 所以情況就是這麼困難的一個 非常困難的一個情況 非常困難 大陸金融學者、企業觀察員何君橋表示 現在大量企業的倒閉、停工 對中國經濟來說是滅鼎之災 有專家估計 在疫情和經濟下行的衝擊下 中國大約2億人正面臨失業風險 失業問題會給整個社會造成巨大壓力和不穩定因素 令中共維穩適得其反 非常好的 然後就是 你還是說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